字幕提供 國際服版的像孤兒 但沒關係,你有哈爾 大家好,我是哈爾 今天呢,要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新機制的第三個NPC 這個名字叫做 丹尼格,這個人 丹尼格這個人呢,我之前說他超爛 我覺得 他沒什麼用,他就是換通貨而已 但我錯了,他很強 其實他很強 他可以讓你購買探險日誌 哇,你看到這裡嗎 他是可以讓你購買探險日誌 所以你在打地圖的時候 有遇到他,其實我很推薦 你去打他一下 打他說不定會掉這個 紅尾艷陽文物吧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買地圖 買這個探險日誌 都很好,那他也可以買這個可以刷新 其他NPC的寶物的 道具 這邊其實還有啦 我把他買走了 但他是可以去買的 我們今天會介紹 這個人跟這個人要怎麼玩 還有這個地圖怎麼炸 這個人怎麼玩很簡單 你去打他,打到通貨之後 你就可以跟他交換東西了 這是第一個 很簡單 怎麼玩就是換 那第二個 他的值錢的地方就是這個 日誌 這個我剛剛也講過了 那其實也沒什麼好講的 你們去換一下就好了 那再來呢 最重要的就是 日誌怎麼開 很多小夥伴找不到日誌在哪裡開 那日誌呢 就跟他開 這邊有個修 Expedition 什麼的Map 好,那我們就跟他換 那可以把它放上去 那就可以開了 那我們可以拿下來 來 好,我這邊要跟小夥伴們說這張地圖的 用處 他是可以去點金的 那還有一點是 他是有上罪的 你們這邊有看到上罪對不對 那上罪你們可以自己去挑好不好 我這邊已經挑過了 我等等要開的是 上面的這個 Order of the Chalice 這個 我等等是要開這個 上罪啦 就是上罪就對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好 就是我要開上罪 那上罪你是可以用祝福石去刷 那我們先來示範一次 我們可以先點金 來,點金看一下 看會出什麼好罪齁 那 這邊我應該會快走吧 他比較少 好,快沒錢了 時空鎖鏈 這還好啊 好,就這樣 那我們是刷完的喔 這邊用好了 我們把這個圖刷完之後 就可以 點進來 那點剛剛我們決定要的那一區 我們是上面那一區有沒有 Ship Wreck的 Reef 那個 好,那我們就點Ship Wreck Reef 就是這一個 好 點它之後呢就可以開啟了 好 那我們再來就要進去囉 進到地圖之後呢 大概就會展現在這個樣子 那我要教你們怎麼炸 首先這個東西是有距離的 它不能太遠 有沒有 所以有些詞綴可以加大它的距離 或是它的爆炸範圍也會加大 你們就可以特別去留意那些詞綴 就是剛剛開地圖進來的上下綴 上綴啦 就是固定詞綴啦 好 那我們這邊是第一隻啊 會以這個圓 這個東西 第一隻 第一隻 第一隻炸彈會以這個為 為中心 那以它為半徑 就畫一個圈 它大概就是 這麼圓 這樣 對 好,那我們先插第一隻 我們就插這裡 那為什麼我要插在這裡 因為這個東西 來 放大 這個石頭 它很好 它會炸出一個門 那我們就可以去裡面拿綠色的日誌 回來給MPC 對 我們就是要炸這個洞 對 那再來呢 如果你插第二隻的話 第二隻就會以上一隻為半徑 一樣 就是我一樣跑遠一點 就是我最遠的距離是到 呃 是到這裡 你看我的滑鼠在下面了 但是 它最遠只能到上面這邊 這一區的位置 所以它是以上一隻為半徑 一樣畫個圓 這個區域 對 所以如果你的地圖詞 的固定罪 有什麼 加大爆炸範圍啊 或是加大距離啊 那個就 呃 特別留意一下 可以去選 我很喜歡選那個 好 那我們再來介紹要炸什麼 剛剛有說這個 圈圈是必炸 那通貨我也會炸 那這個 呃 這個戰亂我也會炸 欸不是什麼愛馬仕的炸好不好 我們不要隨便炸 呃 那我們再來 往下看有什麼好的 嗯 這邊好像 放大一點 油的前期可以炸 但後期就不建議 我們現在已經玩到 一個禮拜多了 我就不會再去炸這個油了 碎片我很推薦去炸 因為會炸到九頭蛇斷片 或是火鳳凰融合那種 那種斷片 對 那種就很好 那還有什麼 如果有裂痕的話 我也很推薦喔 尤其這一季的裂痕 其實還不錯 嗯 可以看可不可以炸個鎖符之心出來 就是鎖符的那個裂痕啊 碎片 然後去打鎖符 好 那大概就這樣 那我們這邊 因為你想要其實 這邊還是自由新鎮 你想要炸什麼 都是都隨便你啊 看你缺啥 對對對 那我也不一一介紹 這一個是什麼 你們去編臉史 其實都有 好不好 這個圖式 好 那我們這邊就加速 GO 好 好的 那我們現在地圖都插得差不多了 都把炸彈插得差不多了 剩一隻沒有插 因為我要補充三點 第一點 你在插炸彈的時候 會有這個綠色的框框有沒有 顏色會有綠色 那我這樣點過來 你看喔 我這邊點 我沒有框到這一區 我沒有 我這一區我在左邊 我的鼠標在左邊 我沒有框到中間我站的這一區 但我這一區都已經是綠色 就代表說 我有插過這邊了 你看這邊有一隻 有沒有 這邊有一隻我的炸彈 那第二點 你要看詞綴 就是你如果要炸這種有詞綴的箱子 你必須看一下 因為有詞綴的箱子其實很好 它會跟你提供寶物的有沒有 在箱子發現寶物的稀有度 這種的 這種我就會選擇去炸 不過它有一個風險就是 你要看上面的詞綴 它跟你說怪物無視 物理傷害 那你就要判斷一下 你是不是物理傷害 這個你們要稍微判斷一下 我這個就不干涉了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要補充的呢 就是 地圖 我們選的這張地圖 它剛好它的邊邊的區域 放大一下 它這些邊邊的區域啊 是沒有特殊的空間的 有一些地圖會有特殊的空間 那它會把它關住你 那這時候你放你的炸彈 在那個可能類似門啊 或是被封閉的空間那邊 你去炸它的話 它會被你炸開 那裡面還有很豐厚的獎品 都有 好不好 那我們就擺完最後一隻 那就開始打囉 GO 那開始打的時候你們再按這個 啟動就可以打了 好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的經過了一番努力之後 我們把地圖打完了 那我們現在要進來這個洞 進這個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這個炸開的黑黑的東西 那我們就進來 那裡面呢 有一些怪 要把它清掉 有點lag 畫面有點不好 那我們清掉了之後呢 裡面就有一些寶箱啊 你可以去開有沒有 那這個就是勢必你得開的啦 那 比較重要的就是你要拿這個文本 這個文本拿了之後可以去解 就是給任務 給那個 丹尼閣 要拿給丹尼閣喔 那我們這邊就寶箱隨便開開 那開了什麼好東西就解了 那大概就是這樣 這就是 那個炸那個洞的意義啦 那裡面還是會有好東西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 到外面 一下 要跟你們講 地上大概會掉什麼 這些箱子都可以開啦 那我們也可以看一下這個圖案 這個圖案是什麼 因為我也不太確定 這個會掉什麼 欸 它是祭祀的 那我們就一一確認吧 你們不懂的 也可以在這邊直接看了 好不好 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好不好 剛好啊 剛好大家 有的話就叫一下 喔 它是 它是跟文物有關的 欸 這是跟文物有關的 如果不確定的話 那我們再開一個 看一下這個是不是跟文物有關的 欸 果然 它就是文物有關的 那你們炸那個 這個漩渦的箱子 就是跟文物有關的 那看一下還有什麼 比較不確定的 那我們就往上看 喝水 上面這個就是神域啊 然後這個地圖啊 那剛剛左上角 我不小心開到了 它是 藍圖 那左上角的這個圖案 你們等等可以自己去對照一下 好不好 看一下它是什麼圖案 我不小心開了 它是藍圖 對 好 那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地上的東西 記得要剪喔 不要打王忘了剪 對 那今天我的影片 就會到這裡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我是浩爾 我們下一期再見 那也歡迎你們留言喔 炸到好多寶物 快點也讓我吸一下 好 掰掰